媽媽就突然間想到 昨天晚上做的夢 因為昨天晚上夢到女兒哭了回來 她說她被人家玷污了 然後那其實因為媽媽 我剛才講 媽媽一開始只是想說 那就是可能因為夢 一直失戀她就是做夢而已 可是今天這個事情太奇怪 怎麼會怎麼樣問都沒有 所以後來她就要求要再檢查 結果一檢查 就真的發現那個她的身體 尤其下一個部分有被人家整理過 她跟我說 其實她爸爸也有託夢給她過 不但託夢給她 還託夢給她的老婆 可是他們就覺得說 這可能是一般的夢 她老婆要跟她說 你應該跟你爸爸感情很好 然後你捨不得她離開 所以這就是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 你不要想太多 她也不把那個夢 當做一回事這樣 豈不知就她都不理她爸爸的一個託夢 她的事業就一直往下滑 滑到今天她要來找我的時候 以前她就是日盡斗金 然後就是上億 不到幾個億的財產 現在她說每個月還跟人家掉錢過日 我覺得我們人很可愛 因為你參加送禮 都會主持人說 他已經離苦得樂了 到西方極樂境土去了 這樣子 奇怪 就大家都沒想到去 還說得還好 那說得有的 是 對 要去西方極樂 這麼簡單 對 所以 沒關係 謝老師有補充嗎 因為一般來說 這種 通常往生者 他要表達一些情緒 或者是表達那個 那通常他還是在 還是一開始的時候 還是在學習的狀態 所以他必須要不斷的 可能去接觸 才能夠嘗試說 怎麼樣方式去溝通 有時候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他可能 第二個是你的體質 跟他的體質 有沒有辦法做溝通 跟溝和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有時候不是自己家裡人 夢到他回來託夢 反正比較遠一點的 那個親戚 說夢到他回來 他說要什麼什麼什麼 對 然後後來你會發現 他們家 他講的東西 還真的有那個東西 對 所以第一個呢 有時候他通常 我們家往生的人 有時候他需要幫助 或者他本身有些執念 比如我有什麼事情 我還沒有完成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好 我的那什麼東西 放在哪個地方 你幫我找出來 這個情況下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必須要透過一個 溝通的一個模式 對 我記得 以前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看過說 有人收香 香你知道嗎 那會點點點 現在一半 那個香就變回去了 對啊 說實話 他爸爸做香的人 沒做 平常 但是真的 那有的人 覺得心臟很害怕 對啊 那是什麼心 我們媽媽 我們媽媽過世的時候 對 過世之後 還沒出生 就是還放在疼的 對 大聲 就是還放在疼頭 靈塘都在疼頭 我們在收靈 有一天我睡著 我們阿嬤跟我說 說 蝶子 那都叫我蝶 對 蝶子 你 你太蝶子嗎 我小小這樣 蝶子 蝶子 他說蝶子 那個阿嬤 那個化妝台 下一個圖子 你去把蝶子 那東西你拿出來 我說 我夢中 夢中 我 站起來之後 我就真的 去我母親 辦公 趁兄弟 現在沒在 真的 他 古代人的化妝台 我們台灣是古代的 對 有一個東西 他還會租一個暗戶 是 我去摸一下 出來說 真的 農營 差不多十塊 日本時代農營 很貴 我兄弟一人 沒有 日本 一人 兩三個 一顆 這顆 農營 這麼農 日本 什麼交互 跟台商 我們大兄說 不管漫漫 看的 蝶子 有這些東西 對 我老爸說 這都滾到十年前 我就不會看到 我老爸 常常的化妝台 你母親不是這個意思 你母親是要給你 對 不是要叫你拿出來的本 我們就一人 要聽豬仔 就一人補冠兩個 你媽媽現在很想起 我就是想不到 我們站在這邊都說 哪有可能 我們老婆 搶東西怎麼這麼搶 那是真的 偷夢 然後你真的去拿 真的有 我從小沒看過那個東西 我真的看 沒有兩天 真的是晚上 真的睡 真的裡面 七八顆 你有搞瘋 其實你母親也有 偷夢其他兄弟 在那 偷夢是金 沒有 這是他們拿出來 沒本 對 對 紫狼紫航 紫狼紫航 你不能 開玩笑的 是 我們兄弟也很好 我想請教一下謝老師 因為你說 有一個女王者 她走了以後 很快被送到 那個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會做類似這些行業 一般是我們講 一命二運三風水 第一個你的命格 他可能適合做 類似相關的工作 那當然第二個 你的運勢要夠高 要夠旺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事實上這樣子 因為有些行 有些人進來之後 大概很容易 大概在短短 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間 就會轉業 就會跑掉 那大部分來說的話 都是因為就是 自己不太適合 所以去的時候 常碰到一些 自己心裡會害怕 你是說做殯葬業 對 然後就會 就很快就會離開 但是你會發現 他命格夠硬的人 有很多 他也適合這個行業 他進去做就會做很久 可是呢 光是適合做 還是不夠的 還有時候 還要看你自己怎麼做 那剛才講的 這個行業是這樣子 當時因為有一個女生 她發生意外 那家人就把她送到殯儀館去 那因為急著說 那個行員幫我處理好 那我在禮拜六 就是要出殯 那就請她就是那個殯葬事 她幫忙處理 那處理之後 那當然他們要幫她做整理 化妝要做什麼 那其實一開始前面都還好 但是後面呢 就是到了出殯的那一天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出殯的前一天 媽媽有夢到 但是夢到的時候 那時候她也只是想說 那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就是想念女兒嘛 所以可能也許是因為擔心 所以她就夢到她 但是到了當天要出殯的時候 她想想想 奇怪了 那天又覺得怪怪 擔杯沒有杯 她不肯走 然後那如果沒有 那請師傅就是跟她開 再跟她唸經 說什麼操讀 再唸 我們再問她擔杯 還是沒有 那連續一直擔杯 怎麼都沒有的時候 她就覺得奇怪 她不要出殯 不要出殯 她不願意出去 然後媽媽就突然間想到 昨天晚上做的夢 因為昨天晚上夢到 女兒哭了回來 她說她被人家玷污了 然後那其實因為媽媽 我剛才講 媽媽一開始只是想說 那就是可能因為夢 一直失戀她 就是做夢而已 可是今天這個事情太奇怪 怎麼會怎麼樣問都沒有 所以後來她就要求要 要再檢查 結果一檢查 就真的發現那個 她的身體 然後尤其下體部分 有被人家就整理過 然後她那時候就不要 她就不要出殯 就說她一定要查到那個 結果最後 那個負責整理的那位師傅 她承認的是她做的 因為她送進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屍體還沒有硬掉 她去玷污屍體是有罪 可是對 但問題是她當時看到 因為第一個進來的時候 剛剛那個還沒有整個硬掉 然後第二個 她可能覺得那個女生長得太漂亮 然後所以她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說真話 十個有九個人一定看到心 就啪啪絕對不敢做這種事情 可是就有人膽子夠大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那個那個死者 她不願意出兵 然後前一天晚上媽媽又夢到 後來一做檢查 一追究之後 發現真的她的那個女生 那個遺體被玷污了 那最後這個當然就 絕對不可能讓她再留在這個行業裡頭 因為其他家人也會 不然那個人家家屬不會放過她 那我之前就是說 在民權東陸服務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奇妙的一個經歷 當然經歷很多 這是裡面我一輩子 可能都不會忘記的一個夢 因為我就是剛 那幾天就連續辦很多長的法會 其實超累的 那那一天我早早大概就是 再做完功課打個座 大概十一點我想睡了 真的就很累 在那邊沒電 我都沒電 可是我剛就梳洗完 十一點多躺下去 奇怪 我的辦公室在三樓 然後我的房間在四樓 我怎麼聽到有人在敲門 因為敲門的聲音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就起來 是不是我秘書忘了帶什麼東西回家 又來拿東西這樣子 那我就下樓去看一看 沒有 辦公室的燈都是暗的 我門一打開 沒有 都沒有 然後我就停頓了一下 再聽聽看 是不是隔壁的 也沒有聲音 我就再回房間 然後我就再躺下去睡覺 然後我躺下去 又蹦蹦蹦 又是敲門的聲音 我想說奇怪 會不會我聽錯 或者是隔壁動的還是什麼 我就沒有立馬再下去 我就再聽一下 真的有人在敲門 我聽得很清楚 因為我那個三樓要到四樓 有一個木門喇叭鎖的 很簡單這樣子 誰在敲門 我就又下去 又沒有 我就想說誰啊 奇怪又來鬧我 我就心裡這樣想 誰啊又來鬧我 我真的這幾天很累 不要鬧我了 我要睡覺 我就嘴巴這樣唸 我說誰啊 來鬧我 要不然你有什麼事 我就這樣講 也都沒聲音 也都沒看到什麼東西 不要調皮 或者哇哇講 我就 又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我就又上去 上去呢 我又聽到敲門的聲音 對 就這樣反反覆覆 都快三點了 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 我明天還要服務客人 我必須要精神很清楚 集中 我說你這樣開我玩笑 不好吧 到底有什麼事 我就又下去 我說要不然你告訴我 你要是不是需要菩薩幫助 你內心這樣講 還是你真的有講出來 我真的講出來 你對著誰講 我就對著 我看不到 我知道有人 我知道有那個無形的在 可是他沒有獻身給我看 你知道喔 對 我知道他在 但是他沒有獻給我看 然後我就說 要不然你就給我看 要不然你就告訴我 你有什麼樣的需求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封口 因為有的是會被封口 他可能說不出話來 或是他可能生了某種病過世 還沒被醫治好 他的理沒有被醫治好 他沒有辦法講話 不曉得 因為他都沒講話 也沒有給我看 我完全不知道 就這樣 冰冰冰冰冰到四點多 我就坐在那邊 跟他對峙 我就講完之後 我就坐在那邊 我就說好 要不然你就跟我說 要不然你這樣一直鬧我 我沒有辦法睡也不是辦法 好 那我眼看就四點多了 不行 我明天要服務一堆客人 我就想說 要不然你就到夢境來吧 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要不然你就求菩薩 要不然你就告訴我 好 那我就真的好累喔 我就躺下去 很快喔 我就睡著了 睡著了 我就夢到一個 就是很端正 然後很慈祥 就是你看他就是高知識分子 然後那個印象就是 他的家境還不錯 的一個老先生 然後他就說 先給我付這個 不好意思 他就說 他真的需要菩薩幫他 然後希望透過我 告訴他的兒子 然後他都沒得吃 也沒得穿 然後在那邊就是 很貧窮這樣子 很沒有得到幫助這樣子 好像一個遊魂一樣 有子孫好像沒子孫 那我就說 你兒子是誰 我也不認識 然後他就說 我兒子姓陳 然後他明天會來找你 我說姓陳明天會來找我 那你希望我跟他說什麼 他說 我希望他給我一些吃的 給我一些穿的 給我一些用的 老師你跟他說 我說你兒子姓陳 那姓陳的那麼多 那我如果萬一有一個客人來 我跟他說 你爸爸說什麼什麼 他會覺得我意圖要練什麼財 還是要騙他什麼的 那你有 我在夢中 我意識很清楚 我就跟他說 那你告訴我 他有沒有什麼暱稱 有時候父母親會給孩子一個暱稱 那講到暱稱的 可能他就信了 然後他就 我兒子姓陳 那你跟他說 老師你跟他說 他叫文 我都叫他文 可是他的名字當中 沒有一個文字 他不是陳常文的陳明文 不是文 他說 不小 他都叫他文 然後 我今天穿的衣服 他穿一個名牌的格子的 英國的牌子那一個粉紅色的 然後穿一個卡吉色的衣服 你跟他 褲子 你就說我這一套衣服 是我六十歲的時候 他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我到現在還穿著 我很喜歡 可是我都沒有辦法回家 他說他沒有辦法去看他兒子 沒辦法回家 也沒得吃這樣子 好 然後那個夢境大概到 我醒來 他就離開了 我醒來 這個夢這樣算很清楚 很清楚 他就跟我對話 我常常做這種夢 很清楚的夢 然後對話 那時候大概 天亮了 大概六點多 我立馬衝到三樓去翻 因為我 原來人家 對 我看我秘書的排約 今天到底有沒有一個姓陳的這樣子 我就翻翻看 兩點半 真的有一個姓陳的陳某某 真的喔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希望他今天真的會來 我就會回去躺一下 我想 我睡眠不足 不行 我再補一下棉這樣子 到八點我起來了 好 然後我就開始按部就班 我就開始服務客人 約的客人開始服務 服務到兩點半 我就特別 那天就特別注意 這個客人有沒有來 我心裡就想 你不要不來 不來你爸晚上要來找我 又沒得好睡 然後到兩點半 我就打內線出去說 秘書 有沒有一個 你約一個陳先生來了沒 因為我一般的客人 他會提前到 如果我們在服務 都客人會提前到 兩點半還沒來 我說不會不來吧 你要不要打個電話給他 他有沒有忘記的 來了沒 結果我秘書剛剛打電話 他剛好到我的辦公室 他說不好意思 我剛找停車位這樣子 好 到了 好 那進來 我就先看他要問什麼事 因為一般會來問我們 一定他有事 想要了解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我今天要來問事業 然後我就 我說你要問事業 我跟你說 你事業不用問 你不會賺錢 你以前很有錢 對不對 我就開始講了 我說你以前很有錢對不對 可是你結婚之後 你都沒有拜祖先 所以你的事業 是不是越來越糟糕 他說對呀 我都還沒問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知道嗎 我說我今天睡眠很不足 因為你 我就這樣跟他講 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爸爸 昨天晚上來找我 他告訴我 他沒有辦法回家 而且他沒得吃 也沒得穿 你是不是都沒有拜祖先 他就說 對耶 他沒有立祖先牌位 然後他哥哥 也沒有立祖先牌位 那他本來想要 拜他的父親 立祖先牌位 是因為 因為他事業做得很大 然後他也三十幾歲 將近四十才結婚 那結婚之後 他的老婆就協助他 公司工廠 很多的事業 就很忙 很忙 他的老婆覺得 拜拜很麻煩 就要再去什麼 清明 大年多 都要拜祖先 有的沒的 他就覺得他忙近忙碌 忙不過來 他就覺得說 這樣怎麼可以不要拜 拜真的 我也沒時間這樣子 好 就沒有拜了 沒有拜之後 真的 他跟我說 其實他爸爸 也有託夢給他過 不但託夢給他 還託夢給他的老婆 可是他們就覺得說 這可能是 一般的夢 他老婆要跟他說 你應該跟你爸爸 感情很好 然後你捨不得他離開 所以這就是 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 你不要想太多 他也不把那個夢 當做一回事這樣 岂不知就 他都不理他爸爸 的一個託夢 他的事業 就一直往下滑 滑到今天 他要來找我的時候 以前 他就是日盡斗金 然後呢 就是 就是上 上億 不知道幾個億的財產 現在他說 每個月還跟人家 掉錢過日子 就差很多 然後 我就說 你看 你沒有進到孝道 然後你爸爸一直託夢 你都 你都不理他這樣子 那我說 你爸爸 來找我 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你知道嗎 你爸爸說要回去 沒有辦法回去 然後他穿了 什麼樣的衣服 他穿著 他說六十歲 你送他的生日禮物 我就說六十歲 他的大壽 你送他的一套衣服 然後他就很好奇說 老師是什麼衣服 我就說 B開頭的一個名牌 是英國的牌子 那一個牌子 格子的 粉紅色的 然後一個卡吉的 褲子 他立馬開始 哭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說 你爸叫你夢 對不對 因為你有 你們就兩個兄弟 你哥哥比較像你媽媽 塊頭比較大 然後你比較像爸爸 所以你跟爸爸的感情特別好 你比較斯文 他都叫你夢 叫你哥哥夢 他就這樣開始一直哭 一直哭 哭到最後 他也沒問事業了 他就說 老師我應該怎麼辦 我說你應該先幫你爸爸 先讓他有的吃 有的穿 你要拜祖先 你要飲水師緣 你要拜祂 這是你爸爸的心願 後來他就聽我的 然後他就問我怎麼辦 我就教祂怎麼處理 真的就幫祂立了 這個祖先牌位 幫祂 就是正統的儀式 都幫祂做 然後做完了那一天 我們就拜好了之後 當天晚上 祂就做夢 祂爸爸到祂的夢裡面來 抱著祂 祂跟祂爸爸相擁而泣 祂說 夢啊 我等這天 等這久了 這樣喔 然後祂的兒子 隔天就打電話 立馬打電話到辦公室 就說祂的爸爸 託夢給祂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晚上 祂爸爸也託夢給我 就說 謝謝祂回家了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 在服務這個 我們其實不是說 你出不出名或幹嘛的 而是說我們可以 像周老師 王老師都一樣 可以幫到 這一些無形界的朋友 還是幫到一些 我們的客戶這一些眾生 可以圓滿祂的事情 其實是我們每一位老師 最開心的事情 爸爸失蹤三年 兒子夢到爸爸一直說 很餓很嫩 於是呢 就來問爸爸說 還活著嗎 對 這是一對夫妻 他們很孝順 找這個老伯 找了三年 剛開始也去報失蹤人口 可是就是一直找不到 找不到 他們就開始就去求神問譜 也去請教過很多老師 那有的廟呢 就當機跟他說還活著 他們就抱著一線希望 又一直找 然後有的廟就跟他說 已經不在了 就這樣反反覆覆找了三年 然後他是經過 親戚朋友介紹 就到我的觀音店 然後因為我看他的 看他的原神宮 那他爸爸的 原神宮的燈已經滅了 我說我看不到他的原神燈 一般這個會花去 人家說會花去 就是這一盞燈沒有燈火 表示他已經不在了 我說我看不到他的 有生命的跡象 那應該是 你在哪裡看他的原神燈 在我的辦公室 探他的原神 一個人你如果來找他 你就知道他的原神燈 沒有 他要給我他的出生 對 我要下去探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說 爸爸的原神宮 裡面會花去 這樣用不著了 然後他說那不在 都一直找不到 我說那你要不要 要請菩薩幫你 我就請他去跟菩薩上香 然後跟菩薩 禀告這個事情 然後他住哪裡 那菩薩就跟我講 噶馬橫 就是橘子圓果園就對了 然後他這一對 我說菩薩有說橘子圓 他就說 我家有一個噶馬橫 怎麼會在那裡 可是那個噶馬橫離他家 大概十幾公里 結果我說那你要不要 回去試試看 結果真的在橘子圓找到 他爸爸的那個骨骸 對 去驗DNA 真的找到骨骸 後來有打電話給我這樣子 對 就真的確定是過世 夢就 對 因為他爸爸一直跟他 託夢說他很餓 然後又一直跟他託夢說 他很冷這樣子 所以他才 又又有妙說他是還活著 所以又有說他已經過世 就不知道到底是活還是過世 你有一個人家 兒子騎車發生車禍過世 但是造勢逃逸 並沒有抓到兇手 對 並沒有 造勢者 對 沒有抓到造勢者 這是發生在台東 那這個是這個孩子還沒過世 那個孩子過世是39歲 那這個媽媽就是在38歲的時候 來找我排這個孩子 她本來是要問孩子 怎麼都沒有結婚 關心她的婚事 到底會帶母或不會帶母 來看她的原神功 那我反而就是看到說 她39歲有一個結束 我就說媽媽 你回去要跟兒子講 39歲千萬不能去參加 任何商事都不能去 要不然會有一個結束 所以媽媽沒有670歲 我看起來是60幾 要來問她兒子就對了 對 那我就說 你一定要告訴她不能參加商事 不然有一個結束 會危及她的生命 會很危險 絕對不要去 那因為媽媽就是說 她兒子很TK 她問過我之後就把一本命書 我有給她一本命書 她就把它藏在衣櫥裡面 也忘了跟她兒子講 那那一天呢 她兒子發生車禍的時候 剛好就是去參加 騎機車 秘書喔 秘書 不是 秘書 他有一本命書 怕被兒子看到 秘書就說你那麼迷細 所以他就不敢跟兒子講 那兒子發生車禍那一天 就是剛好他有一個同學 發生車禍過世 然後呢 去參加他的告別式 結果他兒子就騎機車要回家 就在半路 在產業道路上面發生車禍 就過世了 那過世呢 因為產業道路沒有監視器 就一直找不到兇手 那他媽媽來的時候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就說 老師我很後悔 沒有告訴我兒子這樣子 那他一直哭在跟我講話 我說媽媽你先冷靜一下 平靜一點 我知道你的心情 但是你一直哭在講話 他很傷心 我聽不清楚 然後他就說他兒子發生車禍被撞死 但是警察還找不到 那個造勢者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你跟菩薩請示一下 那菩薩就給我看一個鏡 我說媽媽我有看到一個 一個劍 它是一部藍色的 坐頭的小發財車這樣子 他媽媽就說 我兒子 我女兒在他哥哥頭七的時候 也做了一個夢 他哥哥跟他說 是一部藍色的坐頭的 發財車給他撞到的 就是有跟他託夢 跟老師講的一樣這樣子 那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請當地的派出所警察 來協助你這樣 然後他就回去 就趕快找他女兒 去派出所那邊 講這個過程 說他有做夢 還有老師看到 那警察就跟他說 可是這一些我都不能做筆錄 這一些沒有根據 對啊 做夢 對啊 沒有根據 老師講的近 誰看得到也不能做 但是那個警察很 就是心地很好 他說說 但是我可以往這個方面去調查 後來真的就找到造勢者 真的是一部那個發財車 因為有去那個修車廠 警察就去問 有沒有那個藍色發財車 來修理 結果有要找到造勢者這樣子 哎唷 對